欢迎出题由点新闻和WATKTV联合制作的 《世界市米话不关香港市》 大家好,我是Dr. Raymond 郑克坤 大家好,我是陈凤卓 大家好,我是吴俊宇,大宇 大宇,今天星期有什么新闻? 这个星期的新闻很爆料 就是说资产值在全美国排行第16的大型银行 直谷银行因为资不抵债 前天被美国的监管机构下令它要关闭 现在交由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 成为美国历来第二大的银行倒闭事件 听上去好像很合理 俄乎战争,美国给予烏克兰 给予人钱之后搞到美国周围的通胀 通胀完之后就迫着要加息 大家都知道,每次联邦署被拘捕 玩什么加息,搞出什么 当然是有些东西都破坏了,是不是? 美国搞完通胀,于是要加息 但加息来外,本来可以成功宰割全世界 因为美金上升,钱回到美国 但最终受害者原来就是自己 因为美国的银行和全世界银行有共通 就是说我们都要借钱去做生意贷款 不过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美国整个产业来说 包括創科来说,都好像不是很安稳 去年知道,有个叫虚拟货币爆煲 所以导致有一家银行已经不太舒服 今年终于出市,而出市之后 银行所谓借钱,存款而去做生意来说 基本上一个个是蓋十个锅 所以银行的概念来说 你千万不要逼他还钱 一旦还钱就有问题了 但是由于有银行出市 于是便更加产生了这种现象 但这是第一死 第二死的关键点就是说 银行拿了钱做不完这个贷款 唯有买一些叫优良的债别 这债在美国的评级公司是属于A级的 银行做了 但是你加息的时候 债券价格就会下跌了 因为锁定了一个叫原本的价格 利息 而利息的市场在升 即是客户存款的利息在升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真的要将债卖利岸 产生一个问题了 便即是输钱了 那输完钱之后利岸 美国加息就导致到 每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越来越难看 因为债就已经不值钱了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美国加息便搞死了自己的银行 但是听下去的话 某程度上 它不单是自己搞死自己的这么简单 它还是某程度上 它是不监管银行 可以只是做某一方面的生意 这次的SVB 其实它只是做一些初创企业 或者是很多初创企业 听来都说真的有一些散户在那里 是开户口的 但是有些创投机构 没有钱再投资 它就烧了成余的钱 搞到它自己就着了声 现金就不够了 现金流 于是就爆布 其实它们完全不监管的吗 整天全部同一个行业的人 涌在同一间银行 然后那个行业一有什么东瓜豆腐 就骨骗了 现在全部塌了 其实这次真的照正是美国的监管问题 是不是大宇 我觉得这次就未必关监管事 其实这间银行 直谷银行其实真的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 就是我要收多少存盘回来 我可以借出多少作为投资的东西 但其实它不是买一些很高风险的投资产品 它是买美国债券 不过它的国债长期一点而已 当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创投公司 又或者是这些创科公司 它要用钱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这段时间很少人再投资下去 它就在不断销售自己的钱 那些钱是在银行里面的 银行现在就说 我现在的钱买了十年期的美国债券 你一分钟要拿? 好吧 我唯有低价卖出美国债券 才给你钱 你一个人来拿 他又来拿 十个,十个都来拿 那我就没钱了 接着就会出现爆煲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未必是监管问题 是美国政府无端端搞死了自己一间 风险相对比较低一点的 他在买美国债券支持他自己 但就搞死了他自己 大约你说得对的 的确看上去真的不像监管的问题 畢竟想清楚一点 其实他是不想监管 或者是不需要监管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你看看美国近年来的政策 其实都是偏向搞外交多的 以前有些总统是搞内政多的 但有些也是搞外交的 搞外交的多数是搞人家 搞到人家死了 搞到人家倒下了 才轮到做回自己内政的事情 其实这次如果不是俄乌战争 他搞到那么大事的话 搞到自己国内通胀飙升的话 看起来他真的都不会去加息 去尝试去按低的通胀 不过一按又死了 现在还搞到个信心危机 就是说到美银行都是说信心的 现在连信心都死了 搞到其他国家的银行都死了 其实某程度上 还是先搞外面的人 搞外面其他国家 然后谁知道自己中招 中招之后又希望搞得到他 但又搞不够 结果现在又惹人家都死了 所以现在搞到 其他国家正正常上的银行 例如瑞讯那些大大监局 好像没什么事的 那些大行都出事 那些股价都跌 这次真是害人了 其实美国的体制已经出了很多问题 喜欢搞外面不理自己 说这个芯片战 抹杀了和载割其他盟友 但实际上自己的科技发展是怎样的呢? 今天矽谷这个煲一爆来看 其实资金已经出现问题了 你想想大家常常说投资 投资什么最好呢? 可以叫做点石成金搞天市资金 不过这个最出名的矽谷 今天已经不是大家所说的神话了 这是第一死 第二死就是美国的模式 它说的是投资 A级是叫做投资级别 跌下去不值得投资是垃圾级别 这家银行 在说的一天之前就是A级 一夜之间东窗事发了 它又变垃圾级 那这些评级的美国模式 究竟是不是更适合呢? 我们不要忘记 世界上这些评级不是只说美国 对中国评级经常都是低于正常水平的 就是说中国债券不值得买 但实际上投资者是不理的 那这些美国模式 美国标准 究竟是不是大家还跟着呢? 你有钱 是不是都愿意继续去追踪美国这些这样的梦呢? 那到这里就令我想起 就是所谓的美国梦 也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高科技 也都是直谷 就是代表着高科技的一个地方 而今次这家银行 其实它最主要是做直谷的生意 是这些创科公司 他们用来出粮给员工的一个银行户口 但问题是为何它爆煲呢? 刚才说过 是因为多了人问他们拿钱走 没有钱入 那银行就由水浸变了 一路一路江塘 其实某程度也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其他投资者 其他国家 甚至乎美国自己的投资者 对于美国的高科技 和直谷的信心 一路一路下降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刚才我说的 信心 第二个原因 也是跟美国政府搞死自己 就是它加息 我以为投资在这些创科公司 应该有差不多的回报 怎料你加息原来 我觉得这些风险 相对叫做 无风险的投资 都有5% 我投资在你那里 可能一渣都没有 所以在美国 尤其是高科技界里面 我相信资金也出现一些问题 其实大宇 我想不单止是它的资金来源有问题 其实某程度上 你看看美国 今天直谷的生存模式 其实越来越多中国人 越来越多华人在这里 问题就是他见到你华人 这个国家很奇怪 我说美国这个国家 他又要依赖在外国进来的新移民 去为他做创科 做科研 他依赖很多其他人的 但是他又不是真的 对这些进来的新移民 真的挺好的 你想想 先不要说的钱 你只是看到他那些 所谓歧视 又或者是种族的问题 他自己有很多这些问题 那你又要别人帮你去发达 就是等于你又要 中国人当年去帮你起铁路 当年的铁路 正正就是美国其中一个爆破的位子 结果铁路服务便便宜得 妈妈都不认得 因为银行真的收购了之后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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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出去 所以搞到铁路便宜便宜便宜 但是当然 每一次这样的方网 照正就应该带动美国一个好的向上行 不过今次就不同了 今次他的而且确又是 好像一个 类似08年的金融问题那样 但是似乎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相反很多我们 譬如我们自己的华人 又或者是会搞创科的 以至是以色列人都很喜欢搞创科的 那这些责任都可能会因此而走 所以对他来说 我觉得分分钟今次真的得不上失 以前他们每一次遇到问题 都可能有一个新东西搞出来的 例如如果大家还记得过 1921年他那时候是说萧条的时候 之后那时候他搞了什么 就是存款保障 我们去到九几年才有这件事的香港 所以其实他们当时是走得快的 但是今天就不是了 他再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似乎不再能够走得快了 某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国力问题 国力的意思不是只是军队多少 而是他向外输出的 是一个侵略的讯息 是一个霸权的讯息 以前的美国做到问题 分分钟会变得更大 现在的美国做到问题 分分钟会是一层百踩 你说一层百踩呢 分享一个自己的个人经验 以前我是抓获产的 帮银行里面的盘房 炒外汇 所以今天这个风潮来说 当年的话我就不睡觉了 为什么呢 因为银行的资金是怎样来呢 大家想说 你会不会是一个受伤的 直接叫做当地的银行 我会很担心 不过就算你不是也好 可能你有借钱给他 所以整个社会 整个金融界 其实现在就风生鴻略 我能够保障自己的 我能够保障自己的 盡量将钱呢 如果是這樣說 骨牌的效應就在這裏體現到了 大家不給錢 一層白彩 留意這件事 這個遊戲不是美國自己的 在世界上可以跨地進行的 那究竟美國的好朋友有哪些呢 當然離不開英國這些 而英國今天已經見到了 包括說這家銀行當地有分行的 也就是說 其實那個火頭不單止在美國直谷 在英國我都要猜猜 你是誰 她是誰 如果能夠不給錢 就不給錢 整個資金體內外 就會很快收縮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西方國家 很多都是說借錢到日 負債累累 沒有錢的時候 再收縮一下 恐怖的地方 可能即將會再一次出現 是不是另一個叫做2008年的金融海嘯呢 講講下 越講越遲 不過其實今次這個SVB臨檔 即這個直谷銀行臨檔 不單止是它影響了初創企業 一些創投 它還影響了一些 真是很老實做生意的公司 即不單是我們中國的公司 香港的公司 有人擺錢在那個公司 就例如譬如USDC 即是講的是 照正是最穩定的貨幣來的 即是講的是 你有一元的USDC 我就有一元美元 就放在直谷銀行 誰知道 它這麼多 它有多少錢放在直谷銀行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這些科網東西 特別是講虛擬貨幣 去的嘛 但是USDC 實的嘛 實的都還知道今次 所以它的牽連面其實真的很廣 因為連別人那些覺得 你其實有錢在這裡的 真金白銀地一粒換一粒 今次都出市 就因為它放了錢下去 這個Silicon Valley 即是放了這個SVB 那所以它的影響力 真的不可以只是想著 即是銀行業一向做生意 那個一元 然後我拿一元 然後借10元出街 它不單止是這件事 連那些真真正正的 放真金白銀一塊換一塊 都全部死光了 所以今次的影響 看法會很深遠 除了影響美國之外 其實香港也受到影響 暫時來說 現在桌面上看到的資料 就是香港有12間的上市公司 主要都是一些醫療 或者醫藥的股份 是跟SVB有關聯的 但是剛才大家提到的 信心緊縮或者credit crunch 那個影響會更大 為甚麼呢 正如剛才Vousson所說的 我猜下一個是誰 我猜你跟它有沒有來往 那大家就會不想借錢 整個市場的資金鏈 出現斷裂 或者是嚴重的收縮 所以不單止是香港 這12間上市的企業 會受到影響 跟著跟它們有生意來往 我現在都要想想 你欠我的錢 我會不會再叫你 或者我會不會再借錢給你 所以這個將會形成一個 連鎖的反應 但如果說到你的角度 大家留意一下 回顧2008年金融海嘯 的社會發生甚麼事 美國出了一事 這個海嘯影響全世界的 其中一個方法 大家爭相將貨幣貶值 只有一個國家 不是這個叫中國 中國實際上在匯率改革上 是在不停做升值的 在2008年之前 但是到了這件事之後 中國叫停了匯率改革 所用的詞眼就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 令到世界上可以有一個穩定的靠山 不會互相再猜測下去 繼續令到那個風潮來看 停不了 不過如果你真是去回 今時今日 十幾年之後 美國再出現事故的時候 中國究竟幫還是不幫呢 大家不妨去猜測一下 中國要幫的 美國值不值得幫呢 究竟這次的風潮 美國可以靠誰幫去卸獲呢 都是導致到來的 大家要注意 作為香港我們投資的時候 投資美國市場 還是投資中國市場 我們作為有關的當地機構 會不會受到金融風潮的影響呢 都值得大家三思 Wousen 你這樣說法 令我想起一個秘語 情況就是 那些洗腳不抹腳的小妹 現在就在外面一身債 要回來找媽媽救命 媽媽就有償錢的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剛才說的 猜猜她是誰 是女兒在外面 死了 惹了外資回來 現在的問題就是 其他人都要猜猜她是誰 究竟她男朋友有沒有事呢 她男朋友周圍的人有沒有事呢 個個都人心惶惶 但只要你走得正 站得正 你真的沒有碰過那個圈子 其實是沒有事的 就像我們國家這樣 所以人們經常說 我們國家即是封閉 或者不開放 有原因的 要保護 有什麼事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救到這個世界 但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麻煩了 個個都有事的 到時真的人心惶惶 猜猜我的事 誰個個都有份 那就死定了 說到這裏 Derman 這次這個事件 其實我覺得比較悲觀一些 因為我覺得 有機會成為2008年的一個翻版 因為現在那些金融的產品 和金融之間 即是國與國 企業對企業 銀行對銀行的關係 實在太過千絲萬縷 那些產品也是太過複雜 複雜到你根本預計不到 它會不會爆 所以現在才出現一個信心的問題 當你預計不到它會不會爆 你就做不到預防的方法 所以這幾次的金融風暴也好 或者金融公司出現問題 都是發生了 爆了 我們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 這次除了引爆了SVB之外 就是接著英國 再有其他的銀行 或者企業 尤其是初創企業 會繼續爆下去 大宇 你說得對 所以這次美國在歐浩戰爭上 搞到北溪2號爆了 1號有爆買 分分鐘現在連植谷都搞爆 這次真是怎麼喝得杯落呢 所以下個星期再和大家 世界事物不關香港事